普丁今天这一场国情咨文 如果说拜登昨天呢 突然间突袭到达了这个乌克兰 站进了摆面 哇普丁这个不得了 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后天 应该说整四人啊 应该都是站进摆面 因为大家都在看 美国没有办法压制的俄罗斯 那他下一步会怎么做呢 今天国情咨文当中 大家都在等着听 普丁对俄乌战争的下一步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 俄罗斯核发展的未来 将会更不受美国的控制 哇普丁现在赖教授 俄罗斯宣布他们要暂停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这个条约是俄罗斯跟美国 两个国家当时候互签的 但是现在说未来有可能吗 要恢复核事报吗 赖教授你怎么看 这当然是一个坏消息 因为美俄当时的这个核军备 在这类的竞赛到了非常激烈的地步的时候 全世界不只是美国跟俄罗斯 全世界大家都非常担忧 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核弹头 已经可以足够摧毁两三个地球了 那这么样的一个严重的情形下 也就是说你不只是有反击的能力 还有再反击的能力 那因此两国也受不了 所以双方彼此之间说好 那我们就签一个这个有关于 裁减核武的这个协议 那裁减这个核武的协议呢 彼此之间都相对来讲都有遵守了 大体上这第一个就是说 数量都控制在五千多买没有在增加 第二个没有在升级 虽然间接性都有在做核事报 可是大部分都是在电脑内 因为后来电脑的发展是容量越来越大 所以不需要再到南太平洋或是到哪一些地方 那么进行实质上的核事报 绝大部分的核事报都在电脑里面 就可以演算完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俄罗斯说好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暂停了 这个线五条约暂停了 那意思也就是要重新启动的意思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要重新启动核事报 还有普丁其实在今天讲话中 还有一个更让人家感觉到担忧的地方 是在于说这个战争有可能会再往外扩大 也就是要更远离俄罗斯的边界 那要更远离俄罗斯边界等于是要往外推 那也就是说他要看的是你北约涉入的情况多少 那也就是说言下之意不排除 这个战争可能会演爆出跟北约之间的冲突 所以其实这个也可能是讹诈 讹诈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只是吓你 但是我不会这样做 那要看你北约的国家相不相信 那如果北约国家说我就是不吃你这一套 那我战机也过来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俄国这个时候如果说回来 他没有把战争往外扣大 那我们就知道说普丁那次的演讲 或者是这次的演讲是一种讹诈 就是我吓你但是没吓成功 心理战 但是问题就在如果说今天美国或者是波兰真的把战机送过来了 而真的有炸弹或是真的有冲突已经往这个东欧的国家 比如说罗马尼亚或是波兰这个地方打出去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那就是不是讹诈了 那就是北约的国家一旦有了国家被受到攻击 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这个共同激励防疫条约 那相关的国家就要介入这个战争了 那这个战争很快的就往外蔓延 往外蔓延以俄罗斯的传统的正规的武力来说 他打不赢北约的国家 所以他唯一的杀手舰那当然就是采用核攻击 那这个情形下那就不是所有的国家所乐意见到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等于是整个核战从欧洲战场 会被扩大到美俄之间 因为当如果俄国采用核攻击的时候 美国要不要提供核保护伞 而且要不要核反击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觉得当然是有风险 只是说你信还是不信 那普丁如果真的有可能这样的话 谁会是头号目标 以目前来看的话 北约的国家里面 其实波兰是挡在风头上 是比较危险 另外一个就是波罗的海的像立陶宛等 这些国家其实也是挡在风头上 是比较危险的 那所以也就是说 以战争的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就我个人的态度 我当然都是觉得说 即使你当了一百次的放养的孩子 我也要宁可信其用 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台湾 有一些这个一四五年 或者是我知道台湾的一些 很极端的人来说的话 他们是说不幸的 我不幸战争会发生的 他们是很敢赌的 但是严格上来说 一个比较负责任的战略学家来讲 我们基本上来讲都会比较谨慎保守 不会像民进党的一些立委 就是说你来啊 你来打我啊 你为什么中国大陆 你到现在讲了半天 你都没有来打我啊 你来打啊 那其实我觉得 他们这种挑衅的动作 是很危险又很幼稚 不过我也担心的就是 欧洲有一些人 一些右翼的 这些极端分子 他们也会是这种挑衅 这种轻浮的一个态度 可是一旦真的爆发了以后 那个悲剧 常常就改写了 我们人类史的命运 没错 现在其实很多 中国大陆一直在暗示欧洲啊 你们还要跟着美国走吗 你们会不会小心 你们卷入这场战争 今天呢 普丁的这番话 其实也落实了 好 刚才呢 这个赖教授也跟我们提示了 波兰 每次呢 美国在讲什么东西的时候 波兰最大声 最会战虾 目前来说 普丁的意思也就是很明白 就是说因为乌克兰原本 他应该保持一个中立 那保持中立的话 让俄国跟北约之间 有个缓冲的一个地带 但是由于我们刚刚讲的 梅克尔把他的羊毛讲出来了 那讲出来以后 等于是这一段时间 从2014年一直到去年 这段时间 北约的力量就进去了 那这些情报 俄国应该也有收集到 那俄罗斯会不会觉得 他们被骗啦 普丁就认为他被骗啦 其实我觉得普丁应该不会那么笨 普丁应该早就已经有情报的收集 知道说北约力量已经进来了 甚至开始核力量有可能会重返乌克兰 如果有北约的军事力量跟核力量重返乌克兰的话 确实是对于俄国的安全会构成直接的威胁 因为没有任何缓冲地带 以那一块地方的这种无天险 这个就是为什么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关系 以前就是属于血缘的关系 因为都是斯拉夫人 他们都是斯拉夫人 而且同一个文化的摇篮 都是基辅文化 基辅大公国 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 所以他们本身在过去之间就是相当的融合 又有乌克兰的西部是比较偏欧洲 东部是比较偏俄罗斯 而且他本身的语言跟宗教中又不一样 东部是东正教 西部是天主教 那西部因为过去曾经被波兰殖民过 所以那一个地方的人 他们本身跟波兰的关系比较密 讲到这里我想大家可以理解到 就是说俄罗斯的没有安全感 跟他的这个国境是有关系的 因为北约力量如果确实进入了乌克兰了以后 他们挥军直上就可以进入莫斯科 莫斯科在过去历史上被多次的侵略 例如说被拉布伦侵略过 也被德国纳粹的时候也侵略过 所以这个国家没有安全感 他在东方也曾经被蒙古族 那时候蒙古国也曾经直接打到俄罗斯 而且统治过俄罗斯相当几百年的时间 我们从这个历史上知道这个民族是很没有安全感 家门口都是别人家的兵嘛 全部人都摆明了就讨厌我 就历史上常常被攻打而且被占领 所以他本身没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感的情形下 那他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就发动这个战争 当然他一发动这个战争你等于是把脸都失破了 也就是说把欧洲人本来或是美国人北约本来是躲在一个面具底下 然后在那边偷偷的部署 然后要未来有一天能够压迫到俄罗斯 但俄罗斯普丁就直接把你摊牌了 那一摊牌了以后美国人也好北约人也好恼羞成怒 恼羞成怒然后就开始说对方不好 那对方也说另外一方不好 那彼此之间都说对方不好的时候 那结果最倒霉的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的政客就把乌克兰的人民带到了一个悲惨的命运 好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